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位老先生 叫戴野陶 这位老师 这位老先生 喝把通言 给人一种先锋倒鼓的感觉 所以我就特别羡慕他 所以就跟他练太极学 他是1922年在浙江国书馆跟杨臣浦老先生学的杨氏太极学 后来我们就跟着他后边学 慢慢接触到陈氏太极学 从陈氏太极学呢 以后就在北京啊 跟这个受到天秀成老先生的指点 这以后又喜欢上了陈氏太极学 退休我就做一件事 练太极拳 我到处偷偷偷 我去拜访他们 去学习 去请教 我那时候跑了很多地方 就为了去学太极拳 有人将太极拳 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欲出的神拳 他奇妙的寄计方法 神奇的健身效果 薄于今生的哲学理念 深受人们的欢迎 当今时节 上亿的人加入了太极拳的演练队伍 接触太极拳后 丁大宏就被太极拳强大的魅力所吸引 打太极拳成了他工作之余的唯一爱好 成了他退休后唯一追求的生活方式 几十年来 他练拳不错 蜜良师结义友 广泛接触太极拳界的各位高手 使自己的太极拳理论水平和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他坚持义务授权 向人们播撒健康 使众多的人从中受益 王小寅 今年四十多岁 现在深圳工作 是一位被称为从太平间抢救出来的人 十几年前 曾因心脏病严重复发 被判定死亡 在送往太平间的那一刻 一名医生不甘心 对他继续进行了施救 使他的心脏有了跳动 以后他睡觉时也离不开呼吸机 生命的呼唤 他2004年找到丁大宏老师学习太极拳 第一次见面 三个双臂自由摆动的动作使他面色苍白 呼吸急促 在丁大宏的认真辅导下 他坚持科学演练太极拳 现在康复 精神饱满地工作在岗位 成了一名太极拳运动的前程追随者 谈起丁大宏 以太极拳送人健康的话题 他的爱人深有体会 他退休以后 一直都是在从事太极拳传播 年轻人就是主要对一些 各个大学的学生 这样的他们每天来练的时候 他都是很耐心很认真的 给他们从理论到实际 给他们去传播 太极拳是适合于中老年 青年少年 所以各个年龄段的练习 那个年轻的时候呢 我腰不好 都连路都能走 连一百米都走不到 后来呢 我就跟他学太极拳 学太极拳 开始学央视 身体不好嘛 学央视 央视后来身体练好了 我就慢慢就开始学成事 所以现在成事 央视我都练 除了我自己练 我也把我自己练的体会啊 一些方法 然后再穿给别人 把健康带给大家 身体好了 他也成了太极拳的忠实追随者 丁大宏退休后 他们呼唱呼嘴 奔波在世界各地 为中国太极拳文化的传播 做出了许多工作 这个退休生活 从我退休第二天开始 我就干这个事儿 于直到现在 我特别充实 我现在七十六七岁了 我都很好 生活得很愉快 每一天都很愉快 心情好 身体好 所以说这个太极拳 说是性命双修 是一点没错 太极拳不光有健身奇效 它的无数技能更令人称奇 到国外传播太极拳文化 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 十几年来 丁大宏每年都要用上一段时间 应邀到国外传拳 在法国 它的固定交拳点就有五个 2012年 世界无数联合会 要在意大利 举行无数比赛 法国的埃里克和让雅克等武人 为了取得好成绩 原设重养来到中国 向丁大宏请教太极拳技术 经过丁大宏十几天的指导 他们在那次比赛中 获得了八斤七银六筒的好成绩 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人 感谢中国的太极拳 感谢中国的太极拳师傅 太极拳使他们了解了中国 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年都有一批批国外的太极拳爱好者 以权为美 来中国学权和旅游观光 体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及文明 在太极拳搭起的舞台上 大家进行着不同文化的交流 传播着人类之间的友谊 丁大宏感到太极拳文化博大精深 他认为在大学生及知识人群传播太极拳 有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些年来 他把在国内的经历 主要用在向大学生义务传播太极拳上 我叫谢锦生 是贺飞人 我在上研究生期间 在贺飞工业大学上研究生期间 身体不太好 上课期间经常打喷嚏 然后影响了自己的学习 在纪元巧合吧 认识了丁老师在北京师兄的一个弟子 他呢推荐我在合肥的话 跟丁老师学习太极拳 刚开始的时候学习一些基本功 因为身体比较虚弱 先学习一些基本功 然后经过几个月的一个熊虚渐进的一些训练之后 能够开始正式的学习 城市太极拳 以及拳架 现在身体能够感觉到明显的一个好转 慢性鼻炎也慢慢慢慢的就痊愈了 就这都完全得利于丁老师 和完全得利于太极拳的一些功效 丁老师对年轻人学习太极拳非常重视 北周丁老的练拳场地上都会有 贺飞工业大学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些学生 来这里和丁老学拳 在校园里面的社团表演上面 能够集体的表演 给太极拳的普及做了一定的贡献 能够带着年轻人去参加比赛 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为太极拳这个年轻一代的培养 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九华山佛学园 也是丁大宏经常关注的地方 九华山甘露寺的住持藏学法师 原来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宋经时必须腰上戴着钢卡 练习太极拳后身体恢复健康 见人变跨太极拳 太极拳也成了九华山的一张名片 太极拳使丁大宏退休以后的生活更充实 这些年来 他以自己无私的奉献 换来了自己快乐的人生 和涌入青春的火力 成了尘世太极拳界 一位德高望重的传承人 受到了大家的景仰与爱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